哈喽大家,今天分享一款特别清香的柠檬红茶奶酪贝果 奶酪馅里面加入了柠檬皮屑,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柠檬的清香,特别好吃 然后面包体里面加入了一些红茶水,一口咬下去也是茶香四溢 这个贝果真的非常值得一试,怎么吃都不腻 我认为贝果应该是所有的面包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好做的一块面包了 我们同样是把所有的材料加入厨师机内 我用的是这种茶包,大家有什么样子的红茶去用什么样子的 如果是那种块大一些的,可以打碎一些,加入一些蜂蜜 然后这里使用的是耐高糖的酵母 如果家里没有蜂蜜的话,也可以放入一些糖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放蜂蜜,也可以不放糖 同样我们来使用厨师机来进行打面 先是开低速给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 然后再开高速搅打出锅就可以了 这里的盐和黄油也是后加的,嫌麻烦的也可以一次先加入 加入盐和黄油以后,也是同样开低速混合均匀 然后再开高速搅打出锅就可以了 打好的面团比较紧,我们给它静置15分钟左右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柠檬奶酪馅 就是200克的奶酪,然后加入一个柠檬皮屑 然后再加入一些糖 这里的糖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做调整 然后给它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面团,把面团平均分割 这里我是做了12个贝果的量 如果你要是做的是6个贝果的量的话 就把所有的材料减拌就可以了 有时候大家总问我每一个贝果是多重多重 其实这里没有细致的去乘它,到底有多重 大家把总的面团的重量 然后除以你想要的贝果的个数就可以了 然后分割好的那个面团给它团圆 密封静置15分钟 取松弛好的面团来进行擀成椭圆形 把面团翻面手动整理一下形状 可以更好的挤入奶酪馅 这里使用裱花袋往里面挤的奶酪馅 如果没有裱花袋的话可以拿刮刀直接往上抹 一般加入奶酪馅的贝果它比较容易爆馅 所以大家在整理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一个部分都卷得紧一些 然后给它捏紧 要想不爆馅的话 大家在松弛面团的时间可以久一点 然后包的时候要捏紧 面团不要过于偏干 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爆馅的概率 我自己做的话奶酪馅有时候也会爆 还有就是大家不要往里面塞那么多的馅 塞多了也容易爆 都整理好以后我们来进行第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大概就是30度左右 然后发酵30分钟 就是我们轻轻一按这个贝果它会回弹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煮贝果 用1000克的水30克的糖 我们来煮贝果 每一面大概煮25秒左右 煮好的贝果一定要控一下水 要不然容易粘住我们的烤盘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这里使用的是高比克5A的风模式 200度烤了大概是18分钟左右 平炉的话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温度去烤 之前也做过关于红茶的面包 但是这款贝果呢 它里面的奶酪馅加入了柠檬皮屑以后 一口咬下去 它不仅有那个红茶的香味 然后还有那个柠檬皮屑的清香在里面 一口真的绝绝子 特别的好吃 然后就是越吃越香 而且也是不腻 因为奶酪馅的话比较厚重 加了柠檬皮屑以后 它真的特别的清新 不仅有奶酪的那种 幸运的感觉 还有柠檬皮屑的清香 特别好吃 是的 柠檬皮屑以后 这次帮助了 大家感觉 越来越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